就是两人的双向奔赴 直接地对对方的透露 且赚一居 我想说的是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这样子的人 不用去觉得说 不谈恋爱好像是一个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如果有爱情的话就是好好享受 没有的话就是享受自己的时光 就是比较大方 比较做自己展现自己性格那种 我觉得就是 我可能比较迟对一点 就是对方嘴巴说 我可能就是会 比较直接地会相信 因为有时候行为会有点看不太透 它到底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欺骗 隐瞒 我不能接受 不是不能接受翻手机 而是我不喜欢这种太固定式的 每天去翻一手机 那谁要干嘛 就不是不可以有 但是就不要太有 但虽然自己又很有 但又不希望对方有 我是那种属于 不谈恋爱就完全不是 是非常理性到爆炸的那种 但是如果我在谈恋爱的话 我就会 完全就变成一个很想感性的动物 然后完全地投入 完全地辅出 完全地享受 最有魅力的点应该就是 比较喜欢搞怪搞笑 对方开心 我觉得我是柿子 因为就是不是 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柿子很好拿捏 因为我觉得我在谈恋爱 就像刚才说的就是那种 很恋爱脑很好拿捏 感爱 对我来说我觉得浪漫就是非常日常的那种生活 可能在海边散步 然后一起去吃个饭 坐在路边马路上 或者走路散步聊天 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浪漫 我谈恋爱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很疯狂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正常 非常喜欢但表白失败了 我觉得我会转身离开 转身离开不代表不跟这个人相处 可能还可以是朋友 就是完全很OK的一件事情 无期限呗 会随时切换看状况 知识求 谈感情的时候是理想主义 一般的时候是现实主义 先尤其有福或全力 稳定很贪 喜欢一见钟情 我喜欢的 都行 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喜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